各位评文老师,各位观众,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一万公里,心有多远。 2008年7月16日,飞机在停车,飞了将近十个小时。 从此开始,我与你们相隔六个小时,已返1739.17公里。 这是我写在日记本,在页上的一句话,也是我在法国生活的开始。 然后7月过去,8月到来,进而就连8月也走得起我们生气。 时间就是这样在反送,春夏秋冬,一岁枯了。 我还记得,2008年的8月8日,那天烟火照亮了整个北京城。 而我,正和一群中国留学生在一起,守着一个19寸的小小屏幕, 看着那端祖国的盛世年华。 直到国歌响起,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眼里早已经沉满了泪水。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理解过,什么是祖国,什么是故土。 而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会如此突兀地闯进那些画面。 公车,拐过苏州桥的四叉路口。 北京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静静地,洒在涌紧的洋雪身上。 而我,以这后车门的栏杆,等待着,它门开的那一扇。 记忆就像一部已经年代久远的电影,没有色彩,没有对白, 就只是这样安安静静地,翻动,闪落,然后上下消失地,无影无踪。 而直到现在我才懂得,原来一个生活了四年的城市,可以与你如此地血脉相连。 那天,我给一个法国学生补习中国历史,我满怀自豪地和他讲, 在战魄纷飞的七国雄剧里,秦始皇室如何统一了中国, 在大漠被杀的连天中,盼武帝又是如何开辟了丝绸之路。 我告诉他,曾经有个叫成吉思汗的皇帝, 他把利刃插在了多脑河畔,我告诉他,曾经有个叫郑和的人, 他驾着宝船,欺下西洋。 然后呢,他问我,然后呢,上大街我有些迟疑, 然后就是中国几乎近百年的屈辱史, 然后就是每个炎皇子孙心里永远抹不去的痛。 一段如梗在喉的历史,既然逃不去,总要全会去面对。 于是我告诉他,然后就是英国的炮船, 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就是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烧了璀璨的圆明园, 然后就是八国联军的铁骑踏进了紫禁城, 然后就是三百四十三条大大小小的不平等条约, 直到那一天,五四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然后是鲜血,是泪水,是愤怒, 是无疏无畏的战死的生命。 他问我,你觉得是什么让中国走过了这段历史, 走到了今天? 我想,是血脉。 是血脉让我们懂得了从哪跌倒就要再从哪爬起来? 是血脉让我忽然想起原来远方的父母的头发早已有些花瓣, 是血脉让我牵挂着那片土地上的每个呼吸, 每寸成员。 仿佛时光流转, 我看到在那间小小的都是砖瓦的舞蹈房里, 有个声音在响彻, 抬头, 停胸, 起手, 旋转。 我看到那群孩子舞蹈的仿佛璀璨的年华。 一万公里, 却只听着谁在吟唱着那首长相思, 山一城, 水一城, 身像鱼冠, 哪盼行, 夜深, 千丈灯, 风一更, 雪一更, 剥碎香心, 梦不成, 故缘, 无此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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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感觉 其实呢我以前也参加过很多的演讲比赛和很多的辩论比赛 但是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在异国塔乡站在一个舞台上对着很多人去演讲 其实这份稿子没花我多长时间 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写完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写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应该去写什么 虽然我来法国不久才九个月 可是在这一年中法关系曲曲折折的一年里 让我深刻懂得了什么是祖国什么是爱国 然后我到现在才真正懂得了我是一个中国人 谢谢